范冰冰昔日哺乳照流出,和红金宝斯生子仪是真相大白。 范冰冰一直是娱乐圈里的流量女王,喜欢她的人可是大有人在。 并且因为气势比较强的原因,被网友称为范爷。 自从和李晨公布恋情后,小两口的感情就一路突飞猛进温不升温。 在微博上狂撒狗粮,但是却一直不结婚吊着粉丝的胃口。 大家都知道婚后的范冰冰,可能就会想退出娱乐圈,像夫娇子了。 不过在她退出之前,正在拼命地为她弟弟范诚诚铺路。 范冰冰的弟弟这么上心,可以说很正常。 但是对于他们姐弟俩关系的猜测声音越来越多。 范诚诚出生的时候,恰好赶上范冰冰和红金宝关系很微妙的那段时间。 于是很多人都怀疑范诚诚是范冰冰的死生子。 更可笑的是,有些媒体甚至还拿出了范冰冰昔日哺乳照来作证。 但是小冰很快就发现这其实是她在拍一部电影的剧照。 在电影里范爷确实生过孩子,但无法证明现实中范爷也曾生养。 而范冰冰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,也特别无奈地道出了真相。 她表示母亲当年生第二个孩子要罚钱,是在自己的请求下才生的。 之后自己也很用心地照顾弟弟。 看来那些认为范诚诚是范冰冰私生子的持瓜群众们可以洗洗睡了。 如今现在关于范诚诚的身份,已经真相大白。 确实是范冰冰的弟弟。 现在李晨和范冰冰要快要结婚了。 既然作为红三代的大黑牛,都说不管别人相不相信,范诚深正不怕影子邪。 范冰冰,1980年9月16日,中国大陆这名女演员、制作人,出生于山东盛青岛市。 毕业于上海谢晋恒都明星学校,金盛海师范大学谢晋映是艺术学院,二。 1998年评级大受欢迎的电视剧《环珠格格》成名。 2003年,她主演电影《手机》及赢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。 此后,她演练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,尤其体现在电影《苹果》2007、《光阴山》2011和《二次曝光》2012中。 2014年,她参演了好莱坞大片《X战警》,逆转未来,随后制作并主演了82集电视剧《五嫩娘传奇》。 2016年,她评级《我不是潘金莲》摘得了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,和第十一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女主角。 2017年,范冰冰入选为《时代百大最具影响力人士》。 2017年,范冰冰入选拥有点放选择、隔离的电影。 现在,范冰冰入选拥有点放选择。 因此,你住在这里。 谢谢观看